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方要是过来捉死马 黑方可以对居 换掉用马踩保证不丢子 逃居就朝上跳马 也能不丢子 现场是进中兵 因为阵型已经摆好了 就等着这手棋呢 黑方浸泡过河 要打兵 把这个兵送掉 也不让炮吃 黑方得着 红方再送个中兵 他要是拱马往中间跳就行了 没事 实战 还是吃兵 红方马骑进武 这里边有猫腻啊 红方现在要上马吃足 拱马不就得子了吗 那咱们走两步呗 红方朝上跳马 那个不要了 黑方是不能吃的 他只能平过来对居 红方吃老将一坐 红方马回窝心 你要是贪吃可就坏了 拱马 红方一打 打着黑方马 那肯定要朝上跳啊 采鞠 红方不要理的 马三进四 叫杀 卧槽就没 想解杀呢 还得称势 那红方挂脚一将 上将 再平局叫杀 黑方只能堪 红方在浸泡打底下 你就说红方这匹马死的值不值吧 反正我觉得挺肉头的 太值了 好 回到此画面 黑方并没有进足拱马 他是往这边弄 红方给中足打掉 看得出来这把谢靖走的还是非常积极的 天王平炮对居 丑门这个时候 谢靖走了一招 自己都不知道是妙手的妙手 马五进六 这个从表面看马 双方僵持了 黑方不能踩马 不然丢鞠 你要是先吃鞠呢 红方马上去了 实战天王平了一步足 这是个惊天败招 正手啊 就是吃鞠 红方踩上去之后 黑方可以平炮给他一勒 用胳膊也好 用绳也好 红方吃足了也没招 这个时候黑方赶快对子 反正我估计红方不能换 他会捉马 那黑方再来个对捉 这起呢 问题不大 来 咱们回到实战 谢靖朝上一跳 黑方停足 红方走得不够精准 他是朝上跳嘛 其实这个画面呢 黑方就已经丢鞠了 你算算吗 这一吃 黑方都不能踩 他只能去吃马 要是回马一蹬 红方朝上一跳 叫杀怎么办 卧槽就没 挂脚也行 我是真想不出怎么能解杀 但是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是超快棋啊 这里一平足 红方没吃鞠 他跳的马 也是个不错的棋 但是没有那个狠 红天王啊 现在还是应该吃鞠 他依然没走 选择鞠一平四 对这个 那红方吃掉 黑方用马踩 用老将吃 怕红方打僵 谢靖 一米九大个 中相第一高人 平鞠捉马 又尴尬了 不能用鞠宝 红方可以给他乱箭射死 跑不去 跟隋唐里边那个 罗成死法是一样的 那不想给 只能往后推了 红方还是射了一发冷箭呢 这回没死 黑方可以电炮 红方又是一顿虚晃 先把他编土给弄了 用炮打局 点错了 这呢 黑方还得逃炮 他放在了六路 红方回马 又打 电炮 再走一招 平炮打马 给天王欺负够呛啊 这马肯定是没点 那退炮 宝马会怎么样呢 那就丢死了 红方干掉 打过来 平均拉住 一会儿红方把中炮 平过来 给这炮干掉 黑方没什么招 这是退炮的 实战 进鞠宝马 红方平均抓炮 这里只能去打兵了 红方又走了个 非常刁钻的棋 跳马踩鞠 因为这个鞠啊 是不能平的 红方会马踩中向 叫杀 吃马人家还有 这鞠必死无疑 你底线这马也不能吃啊 下底铁门栓 好 回到实战 这个躲鞠不行 天王是平炮憋马腿 红方还是马踩中向啊 卧槽就没 踩马 吃香 天王跳马给老将生路 紧接着谢静平局叫杀 一招闭闭 完了解不掉了 卧槽就此无计可施 最后一查 黑一方还多子 谢静绝非等闲之辈啊 且我们没别的 方便的话就点个赞 证明一下你来过 我是四郎 下期再见